警方派談判專家到金鐘佔領區 呼籲佔領人士離開 賀聯和賀文斯潮說 明早會與佔領人士去禁制令範圍外留守 視乎警方報防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賀用生報導 警方派談判專家到金鐘佔領區 向集會人士說 會盡量以和平的方式清場 呼籲佔領人士自行收拾物品及早撤離 尤其是我們都會關心先跟梁瑋施惠姐說 可能會有些長者或年輕的朋友 都希望如何協助他們可以盡早離開 學聯和賀文斯潮說 會在星期四的早上7時 去禁鐘佔領區禁制令範圍附近留守 預計大家會選擇在中環方向禁制令範圍以外 但緊接著最近的防線 就會開始在那裏 就是住在那裏 到時其實是用一個甚麼形式 即是坐上站 其實都要視乎當時實際的情況 然後才確定到 他說留守已經顯示不服從政府 呼籲佔領人士一切要以非暴力為原則 亞洲電視記者何隆生報導